小叔叔,我们看一下 846页 我们假设模型是 multi-fifitive multi-fifitive这个 multi-fifitive 由于你的 trend 运较成长的细节性因子 季节性的因子,它的幅度有多到 展望就算出它的季节性的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怎么算 就是我们现在也想要看 那到后来呢,我们想到它把整个 的时间序列把它拆开分解成为 你是属于trend 就让它回归到 你是属于季节性的 我们就回归到季节性 那剩下的东西就是维格的孔文 所以,如何把整个时间序列分解成为 若干架,这样的成果 直接下来按照的东西 首先,从前看一下 847页,这边有一些数据 这个是 电视机在过去 四年当中 每一期的电视机 的销售行程 这个题目呢,所以我们先前 在十七十五那一期 走遍这个 你刚才看一下,是839页 那这一过呢 是在838页 左下角 电视机 你卖了多少台 每一个季节 你卖的季节如何 是在十七十八 那个图上 有写的季节 然后我们想办法 把这个表 把它做出来 847页 按照847页的表 我们来看一下 年度第一年 那么季节呢 是 一、二、三、四 第一年的四季 第二年 一、二、三、四 第三年 一、二、三、四 第一次多少 四点八 第二次多少 出来 六 六点零 出来 现在你看看 由于你每一季的季节是这样的 首先呢 因为你是四季 一年有四季 所以呢 他那边做的季节呢 现在你一年有四个季节 所以首先我们说 做 moving area 4 moving area 方面包含 4 的意思是说 每四季 一算是几月 每四季算一个平均呢 4.8 4.1 6.0 加6.5 算个平均值 除以 就是相加除以次 除到 5.35 我觉得这5.35 要写在这些地方 为什么先前我讲说 我们做moving area 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都是拿 都是拿 激素 拿激素的 三个 五个 七个 九个 很少麻烦 偶素的 有偶素的 可能说 你有点麻烦 像你看这边 四个 算移动平均 你得到五点上 五点上应该起来 所以就有点麻烦 如果你是 激素者的话 你就 对应到 中间那个季 所以 好像说你是5 所以这个 五点上应该对应到 第三个 你懂意思吗 现在你是四个 所以你只能对应到 中间 中间是多少 中间是对应的 地方 就是2.5 有点讨厌 还有我们再做调整 现在在下一个 4.1 加6.0 加6.5 加5.8 将加结果数以4 你多少 平均在多少 5.6 5.5 5.6 5.6 所以这个地方相应该位置 是3.5 第三点5G 不大家知道吗 所以剩下的东西 每个都可以做 所以呢 当我们得到 这样的东西以后呢 你接下来 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现在 你五点上 是相对于 2.5G 5.6 是相对于 3.5G 5.8 是相对于 4.5G 同样的 概念 没有人记得 是4.5G 2.5G 稍微做一个 调整 要做一个调整 要让它对应 真正的机械 可以 再做的方法就是 再做 两个 相比的两个 方向加 我平均 这个平均多少 五点 四七 五 五点四七五 是相对于什么 第三指 第三指 接下来 五点六和五点八七五 这两个 cm 相对于 多少 五点 七三八 三七 七三八 五点七三八 再一个 5.875分6070多个 好 现在就在这里 这个是moving average floor 这个是center center area center 意思是规中 规到空间 两个东西把它规 规到空间来 让它能够相对应于 每一个季节 所以它叫center moving average center moving 那我们真正要找的事实上是 center moving average 以后的 这一组数据 也就是最右手边的这个东西 那你把它给center moving average 以后呢 会产生 在图形上 各位看一下 848页 最上面17至20的这个图形上 你把它给center moving以后呢 所得到的那一条 非常平滑的 那么平滑的东西 透过两个互助府里面 很细密的 是先求moving average floor 然后再做center moving average 以后呢 所得到相当平滑的那条线 那条最穿越多的点 很平滑的那条蓝色的那条线 就是所谓的center moving average 对 好了 现在来了 你把它给center以后 本来的东西是做最样的 好 大家看到了 那你现在得到这条线 现在我们看看 如果这个是center moving average 以后 非常平滑的东西 那现在如果我们就要找出 它的季节性的因素呢 你看啊 这个 这个是季节性高点 这个高点为什么会跟 center moving average 这个中轴线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是吧 这么大的差距 是怎么来的 很原来 按理想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可是呢 它是放大的效应 会产生季节性的高峰 这个高峰 这个量 有没有办法算出来 怎么去算它 是吧 这是它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 当我们把所有的资料 整理如 847页以后 紧接下来 我们再做下一个步骤 我们把它 重新再整理 如849页 最上面那个报表以后 我们发觉呢 除了右手边第一行以外 其他的数据 都是847页的报表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个 你现在如果要找出 season irregular value 也就是说 你把 右手边这两个 season跟 irregular这种东西 合并来看的话 trend 基本上已经做了处理了 trend 用什么处理 有moving average forward 还有 sender moving average 两个动作 都算出来的一个trend 也就是工天内额做现 现在要复理 到底season and irregular 这两个概念 这两个效率是 怎么样加到这里头来 他怎么做这个 工天内额 这个 849页 上方 那个图 5.475 5.475呢 5.475 是在这个地方 那相对应于 它的真正发生的值是多少 是不是6.0 6.0 这个实际发生了 对哦 好 6.0 在这个地方 中轴线上方 我们刚刚用 central moving average 得到5.49 是 中轴线 图理以后 按理讲应该是5.175 可是实际发生的是6.0 为什么 因为它产生在下季 对不起 这个季度下季就是高点 怎么说是卖电视机的高点 冬季 为什么 为什么冬季大家喜欢 老买电视机啊 有一个主要的理由 你还是没想到的 比较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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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是 怎么样的奖励金 或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有钱 要换电视 对啊 就是一个很疯狂的采购的季节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可是美国整个消费的高点就在 超发电子 并不是只有电子 这样知道吗 所以高点在6.0 6.0是季节性高峰 这个季节性相有多大呢 怎么去算是季节性相有多大呢 这个效应 如果这个是6.0 这个是5.475 5.475是这个 6.0是这个 我们如果要算出 把两个把它放在一起算 把它算出这个东西出来 季节性的电动因子 这个多少 这个怎么多少 6.0等于5.475成合 等某一个季节性变动因子 对不对 所以那季节变动因子 得到 相加 除 6除以 5.475 得到这个首币 1.096 大家看 840是最上方 那个表 所以我们这边呢 放采购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春节的时候 年终奖金到的时候 大家就比较有钱去买电子机 人家去买电子机 人家买电子机 人家买电子机 是买旅行社的票 可以到国外去玩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 果然要有钱 再来第二个 你 不过这次发生在什么 刚才是第三季 第四季高点 第四季 6.5要去除以5.738 除了结果是1.133 看到没 这样懂吗 你此类推 因为每一季啊 它都可以算是一个季节性的 一个 一个指标 指出来 那么这季节性的指标 它在把它求一个平均量 所以同学你看看 所有的从 呃 第一年的第三季开始 到第四年的第二季维持 这边一共有多少个数据啊 一共多少个第一季 有四个第一季 甚至三个 有两个第三 有三个第二季 三个第三季 三个第四季 三个第四季 所有有关第一季的指标 是0.971 0.918 还有0.98 对不对 第一季的是不是有这三个 他看840卷中间 table 17.23 17.23 三字里头 波特万 波特万有哪 有哪三笔指标啊 哪三笔是波特万 是不是2 3 4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的第一季 是不是 然后第二 第二季有哪些 也是 第二年的第二季 第三年的第二季 第四年的第二季 对不对 第三季的话 有哪些 第一年的第三季 第二年的第三季 第三年的第三季 第四年它会有提供 第三季 第三季 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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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的第四季 第二年的第四季 还有第三年的第四季 第四年它会有提供 第四季 那所有这些同一季的这些指标 把它相加去注意一下 你可以得到 代表性的指标 所以我发掘 所以我发掘 零点九三是怎么来的 一季的零点九三是怎么来的 零点九七一加零点九一八加零点九一八相加数以三 你得到零点九三 第二季也是一样 第三季 第四季都一样 那么这四个指标 你把它算出来以后 我跟你讲 还不够 还必须要再把它 再稍微做一下按摩 按摩一下 让它可以合到一个 真正相加起来 会等于四的 各位同学 零点九三加零点八四 加零点零点 一点一四 相加会等于四吗 没错 正好没四 可是小心 我给你讲 当你在除了 有时候除不去 你最后把它相加 你要想到 把它变成相加等于四 有些时候相加前 不会等于四 会差一点多 OK 什么做的 哪一个东西乘以四 会相加等于四 不再等于四 你把这个试笔资料 每一个东西乘以四 相加多 得到一个总 总区之外 对不对 那总实际属于什么 属于这边另外一个 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 每一个实际属于这个 这个 它是零点九三 零点九三 零点九三重于四 还有一个东西是 哪里多少 四三十二 四九三 一个三点七二 然后 然后 那是多少 这些相加是 0.93 还有0.2 84 1.09 还有一个 1.1 这四个相加 三点多少是七 对不对 我把三点七二 这个东西乘上四的三点圈 所以就把 处理这个七 现在你的七正好等于四 所以事实上 这个不需要进行进度处理 如果处理四的话 就算是一样的道理 处理四 它只是回备到0.9 它已经处理好了 正好相加等于四 懂吗 假设你是相加不等于四 假设是4.1 的话 你就是要处理 处理四 处理四 所以它会回备给你一个 调整过的 懂不概念吗 所以每一个量乘以四倍以后 乘算的结果就出于它 四个相加不同的量 四个相加不同的量 如果它不是4.1 如果是3.9 不是正好每一次的话 你除以3.9 它就回归到一个 稍微大一点的量 最后 你总是要 回归到 变成每一个 个别的指标 相加等于 会每一次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东西 恐怕你会做 创造出一些 微微微量的问题 好 这个是 这边所讲的 然后紧接下来 各位同学来看一下 怎么样透过这个 季节性的这个指标 去把你的季节性的这个成分 把它拆解开 刚刚我们得到一个季节性的指标出来 一点多以后 几天下来 我们再把它拆开 同学回到 你看850页 这边来看一下 你的cell呢 真正的cell是4.8 或者第一季是4.8 第二季是4.1 第三季是6.1 第四季是6.5 然后每一季 右左边给它写一个 Sysmal Index 然后发觉4.8 是相应于季节性指标 0.93 对不对 0.93 是相应于4.8 所以4.8 就除以0.93 出入犯的多少 4.8是实际发生的 实际发生 4.8 可是它是在有季节性的因素 0.93的催生之下 才得到4.8了 如果没有这个季节性的效应下来的话 它的原型应该是什么 它的真正的值应该是多少 5.16 5.16 5.16是什么来的 4.8 4.8 除以0.93 其他一样 每一个东西 它们说 6.5 就除以1.14 会得到多少 6.5 是放大了1.14倍以后 才得到6.5 所以还没有放大了 本来的原型应该是多少 应该5.17 所以每一个真正方式的数据呢 去除以它的季节性指标以后 变成回归到它自己的什么 原来的本来的 没有季节性效应之前的 它真正应有的形状出来 这个步骤叫什么 这个步骤叫什么 这步骤叫做去季节化 Decisalize 你先去把季节性的因子 串出来以后 然后你把呢 实际发生的数据 除以季节性因子 除以季节性因子以后 就等于回归到它的原型来 所以这个去季节化的东西 850页最右手边的上方的那个 右手边的那一行这里头 就是去的季节化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画出来 画成为图形 你就得到850页下方 17-20页的那一条 相当平滑的那条线 所以那条线跟 848页的那条蓝色的线 这两条是不一样的意义的 前面那条蓝色的线 是为了要算它季节性指标 而先把它求移动平均红 得到一个中柔线 得到中柔线 就可以算出季节性指标 算出季节性指标以后 就可以让它去季节化 得到一个真正的原型 真正的原型 在17-20的那条线上面 然后再把这条线呢 因为它已经没有任何季节性的 成分在这里面了 想办法 从这些点当中画一条 回归线 参业这些点 所以呢 你就做回归 同学你看 你把 851页 最右边的那一行数据 跟T啊 T是什么 T就是123 45678910 一直下去的这个T啊 每一季代表一个T 啊 然后呢 当作自边数 来解释你的 去季节化以后的数据 所以你会得到呢 大T 等于 10加11万的分析 10 加V1 分析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 啊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 去季节化以后的 去季节化的这种东西 然后你 找一条 要拍阅它的这条线 这条线就是这一条线 去季节化以后的数据 正好 可以找 趋势线 这个是趋势线 趋势线 这是它的TRAIN 正好可以找趋势线 找趋势线找出来的结果 同学你看一下 报料 啊 换不算的结果是 你 DESISMALY 这个SELL 是什么 是5.1 加上0.148 乘以小D 啊 这就是它的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呢 这个趋势线 得到以后 开始就可以做预测 趋势线 像我们得到的比如说 是 大T 这是 呃 5.1 加上 0.148 小D 这个同学你看看 现在如果开始要去预测 第五年 year 第五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要预测的时候 先做什么 现在你看看 这个趋势线 是不是这样下去延伸 延伸到现在第五年 第五年的第一季 请问一下那个时候 T是多少 第五年的第一季 T是多少 第四年 四四十六 十七 然后 第二季 十八 九 可不可以把 这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和出品大胃 去得到它的趋势线上面的相对应的值 算出来的四个值呢 就是 同学们看一下 八百五 所以那边所讲的 Decisalmage train 去季节外货的趋势线上面的预测量 七六一六是什么来的 七六一六 原来是 0.148 哦 我们看 T等于是7的时候 你的 Pocket 以后 5.1乘上 0.148 所以是7 7.616 对不对 T等于是8的时候 哦 7. 7. 764 是 其他两个 自己也算一下 他这一千 因为他单位是以千为单位 所以事实上是 850 上方那个小表里头的 左手边第三行 左脚的 7616 7764 还有呢 7912 8060 对不对 请问这些数据 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 趋势线上面的点 那已经是代表实际发生的数字了吗 还不是 最后还要在 还要在什么 这只是趋势 对不对 还要在层上什么东西 季节指标 才能够具体反映出到每一季的季节性 好 现在你看 7616 还在乘以什么 7616 是第一季啊 第一季的指标是0.93 所以7616乘0.93 得到就是7083 第二季 7764乘0.84 得到结果是6522 第三季 7912乘1.09 得到结果是8624 第四季 去季节化的趋势上面的点是8060 乘上季节性指标1.14 得到结果是9188 这四个数据 是用 我们现在时间序列的 的这个所谓的季节性的 去季节性方法的一个分解法所得到的数字 老师这边可以提一下 请看呢 839月是不是 是7012 这边一条是7012的事情 同样的电视机的销售的数据 用 用回归 这个是用回归所算出来的结果 对不对 算出来的结果 得到是四条回归线 刚刚师傅有讲过 这四条回归线 季节那一条 是不是得到 加上什么东西 加上 6.07 还记得刚刚师得到多少啊 季节是 4.71 加上0.146 可以提对不对 好现在你把T 17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 我帮我算可能结果多少 4.71 加上0.146 乘以17 得的结果是多少 7.192 7.192 7.192乘以1000 7192 7192的数据是多少啊 去跟了 去跟了刚刚850 所得到的结果 是7083 刚刚我们这个数据是多少 用 用去记结果 所得到次的数字 是 7083 6522 8624 8624 9188 好 这个是用 这个是用 decomposition 分解法 所得到的 现在我们如果用 regression 的方法 算出每一季 的那个 违规线 我们发觉呢 春季的时候 它的违规线 当带T 等于17的时候 带进去 我们得的结果是 7.192 第二季是多少 带18 18 18多少 6.67 除了6670 翻过来 大家现在发来 40页 中间数得到的 8.54 8.54 8540 再来 301 20 T.20的时候 得到 9 9 同样的 夜市机的每一季的交错 用两个不同的方法 去做预测 都是在预测 第五年 第五年的第一季 用decomposition 分解法 预测出来是7083 可是如果用回归的方法 用Q1 Q2 Q3 还有一个T 放 上出来的结果是7192 第二季是6640 最上622 第三季是8624 最上8540 第四季 9188 最上8640 这部分 课本呢 并没有提到 但是我们可以再去体会它 体造一下 两个不同的方法 针对同样的一个时间区列 做出来的预测方法 相差不多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方法 哪一种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方法 我先告诉你我比较喜欢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比较人情味 好 你看 它先把它怎么样 算出季节性指标 然后季节性指标啊 搞出来以后 去季节化 找什么 找趋势线 找趋势线 找趋势线以后 开始做预测 预测出 未来每一个period的什么 的趋势线上的点 然后再乘回去呢 把季节性指标乘回去 去得到了 它反应季节性 个性的那个 预测的量度 那这个方法呢 理规线非常比较旁边 要回归 而是比较刚性 比较技术性 所以你得到回归线以后 然后硬帮忙带回去 就得到应急 所以 比较什么 比较科技性 比较没有人情味 这个东西呢 有人情味 有味道 比较具体的 然后反应之后 这个一步一步 做出来的情况